然後這次每次一定點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的最推就是奶醬系列的 不管是麵或者是燉飯都很好吃 這次還額外點了生蠔 哎呦 餅餅餅 來 晚上 欸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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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別人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也許是台中一中街 最值得二訪的 義大利海鮮餐廳 這看起來不錯喔 哇 哇 吃飯兩兄弟又跑來這邊了 來 帶大家去吃 這一種我個人認為一中間 最值得二訪的義大利餐點 這邊好處是剛來你就可以有點像那個 恢復雞湯通常是燒肉店才會這樣子 就是恢復一個雞湯 心靈雞湯時間 心靈雞湯 好幾乎 哦哦 這個是蛤蜊 哇 松葉蟹在底下 哦 松葉蟹來了 哇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這個很讚 不要再煮這個 哦哦 然後這個最後還可以煮這個粥 把這個放進去煮粥 好啦 我們點的餐點到齊 那個鍋我們就等一下 因為他要煮一下 這一次這個沒吃過 這個是義大利麵 而且他底下還有加一些那種類似炒過的那種油醋醬 上面有加雞腿 然後這是每次一定點的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的最推就是奶醬系列的 不管是麵或是燉飯都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干貝冠軍 滿滿的干貝 這次還額外點了生蠔 哎呦 丙丙丘 晚上 欸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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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找別人 我跟國比賽 你要是輸了 我就玩 你 開玩笑好不好 絕不血 開始 粉紅泡泡 這個是草莓泡泡 現在知道草莓牛奶的人都已經是 不是當爸就是當結業了 好啦 我們來吃吃看吧 還是一樣好吃 我跟大家講 它的燉飯啊 你吃下去 如果你是蒜頭跟奶醬愛好者體 就會超愛 它裡面就是非常非常濃 然後有一種鍋氣的蒜味 搭配的是牛奶的奶醬 超好吃 試試看這個 它這個醬是什麼味道 它也感覺是焦麻的感覺 嗯 口有點辣 很辣 好濃郁 對 它是很濃的那個那種 有麻 麻醬麻油的味道 麻麻 麻麻 焦麻 然後有麻油味 對 然後醬香味也很濃 然後很辣 我覺得算蠻辣的 嗯 對 那這個醬的話 是等火鍋生之後三分階的時候 倒下去大火煮一到兩分鐘 那如果不會走開 可以跟我們講話 好 謝謝 謝謝 嗯 好吃也是重口味的愛 喜歡吃辣的可以一點 然後它本身的那個義大利麵 是屬於比較粗 有帶一點口感的 所以它不是那種軟嫩的義大利麵 而且它雞腿也蠻大的 雞腿也蠻大的 雞腿肉很粗 嗯 好吃 它上面的雞皮有先炸過 這不太好吃 啊 它已經剝開了耶 裡面都是肉 被剝蟹了 對啊 這個蟹沒用 那是零聲音的粉絲才會知道 對對對 現在都沒有人記得文采啦 喔 很甜耶 喔 對 我跟大家講 他們家的副餐啊 這個薯條也很好吃 它是屬於脆薯 它炸得很脆 有點焦 然後要配他們家的這個 蒜頭的這個奶油醬 嗯 一口咬下去 就生天了 每次來必吃啊 必吃真的 它的薯條真的好吃 很好吃 剛剛是去吃 為了滷肉飯可以吃的 脫鍋店 這一次來的是 為了薯條可以來吃的義大利麵 嗯 你今天噴發了嗎 對啊 這個很像以前我們 喝的那種 雪波 雪波 啊這樣就透露年紀了 嗯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雪波 我不知道 喝一喝我好像看到了我阿嬤 嗯 欸 怎麼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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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看起來不錯喔 哇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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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蝦好好吃喔 這個蝦 扎實中帶來是大 而且新鮮的蝦就是 連殼不黏 然後肉很脆 然後這個結束的時候 它有這個蝦脂組 他說這個是蝦脂 好內褲 原來是用內力 加快提高了溫度 讓原來需要用七七四十九個 蛋要倒在手掌上 哨靈絕學 火與雜 它還沒變四十九個 泡菜 艙蝦送的 裡面其實 有奶油的 還有有奶油的 這間的話如果你是 假日來的話 用餐時間真的要訂我 要不然你就要離風 像我們是兩三點來 好了啊那等一下的話我覺得我們麵應該吃不完 所以我們把它打包起來 今天我們繼續吃 然後等一下再去逛一間這件事 哇到底都會吃啊 好啦這一間的話我真的很對大家 我真的覺得一中間個人覺得最值得二訪的義大利餐 然後你要吃海鮮的可以滿足 你要吃義大利餐的也可以滿足 你要帶妹子來也可以滿足 好啦今天就這樣子 那你自己覺得一中間也要有哪一間 你也覺得很好的餐點 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講 讓我們這些外地的人來去吃吃看 好啦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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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